宋仁宗家有二年 护现一个年轻人来到县衙告状 状告自己的亲叔叔侵占自家财产 原来亲叔叔一直借住在年轻人父亲的宅院没有归还 而且还从院子里挖出了一大笔钱 年轻人认为那钱是父亲所埋 就该归自己所有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 但想要解决却并不容易 因为年轻人并没有证据证明是自己父亲所埋 那么老宅挖出来的钱财究竟该归谁所有呢 受理案件的是护现主部陈浩 作为后来的理学大家 年轻的陈浩如何解决这桩民事纠纷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为您讲述 大宋奇案 陈浩巧断宜南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古往近来啊 法官都要审查证据 听当事人的陈述 分析他们举出的证据 判断证据的真假和证据的证明力 与现代的法官相比 古代的法官所出的时代 他们没有高超的技术手段 所以啊 他们更多的是靠推理去判断这个证据 是不是可靠 不同的法官判断证据的方法并不相同 但是呢 宋代有一群法官 对证据能够进行精心的钻研 根据生活的常理来判断证据的真假 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经验和智慧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理学家陈昊 是如何判断证据的真假 从而来认定案件事实的 宋仁宗家幼二年 护县大堂 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要告状 告的是他自己的亲叔叔 而受理案件的正是年轻的护县主部 陈昊 陈昊是谁啊 陈昊就是北宋著名的河南二城先生中的大臣 后来啊 成为著名的理学家 自博纯 昊明道先生 主部是什么官呢 就是协助支县县令 管理地方民政的低级的官员 当然 也负责审理民事纠纷案件 陈昊把告状人的情况一问 发现啊 这个案件其实是个书职征裁案 这个告状的年轻人 是侄儿 他要告的是他的亲叔叔 让叔叔还他钱 先不说两个人之间 是非取值如何 单是 以职告书 就是十恶中的不目 告状违法不违法 陈昊 还要不要受理呢 当然要受理 陈昊啊 对这个告和送 区分得很清楚 在古代 以罪名相告 这叫告 就是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争财敬产 这叫送 争夺的是财产 在本案中啊 这个侄子要告发的 不是他叔叔犯罪了 而是让他的叔叔还钱 那么这个案件 陈昊就受理了 他要查明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年轻人既然跑到县衙去告状 让他的叔叔还他钱 那么这个叔叔欠他多少钱呢 陈昊就问他 你叔叔欠你的钱吗 年轻人回答说 不是 叔叔不欠他钱 那你怎么让你叔叔还钱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告状人说 他的叔叔啊 原来家里很穷 没地方住 自己的父亲呢 就把一处宅院 借给了叔叔居住 这一借 就借了很多年 叔叔呢 也没有归还这处房子 都是亲戚 他住就让他住吧 谁知道呢 最近啊 他竟然在院子里乱挖乱跑 把父亲当年埋藏的钱 都挖出来了 自己就去找他理论 让他还 他竟然拒不归还 还说这钱根本就不是我父亲埋的 是他自己的钱 所以啊 请主部大人您拼拼理 在我们家院子里挖出来的钱 难道不是我们家的吗 叔叔借住着我们家的房子 他怎么还能占用我们家的财产呢 这个案件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想要凭礼 就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 根据年轻人讲的这个情况 这个案子的性质 其实是发现埋藏物 发现的埋藏物 所有权归谁 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埋藏物 有没有主人 能不能证明埋藏物的主人 这直接影响到埋藏物的归属 陈昊是近视出身 出任地方官前 还要参加法律考试 所以他对宋代的法律规定是很熟悉的 陈昊就问年轻人 有没有人证呢 年轻人说年代久远 没有人证 那你父亲有没有关于埋藏这笔钱留下的 哪怕是直言骗语呢 年轻人回答说也没有 按照现在的办案逻辑 你没有证据 你提什么主张啊 谁主张谁举证 你举不出来证据 你承担败诉的后果 你不能证明 这笔埋藏的钱是有主物 那么他就是无主物 这个案子如果换别的法官 他会把叔叔也传到堂上 让两个人对质 看看谁说的更有理 甚至啊 有可能会一言不合 就使用刑讯 但是这个主部陈昊 他不是这样 他断案最大的特点是讲理 他得让告状的人心服口服 陈昊刚刚上任 就接手了这么一个棘手的案件 年轻人坚持认为 叔叔挖出的钱币 是自己父亲早年埋藏的 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 证明这件事 那么陈昊能否找到 钱币的埋藏时间和埋藏者呢 对于地下埋藏财物的归属 宋代法律有什么规定呢 那么这个案件的事实 怎么查明呢 年轻的陈昊啊 一点都不慌张 你拿不出来证据 那我就听你怎么说 就是听你的言辞 他就从容地问这个告状人 你说是你父亲藏的 那你父亲藏这笔钱 藏了多少年了 告状人说藏了四十年了 好 既然你能确定埋藏的年代 那就好办 陈昊马上下令 派手下的小力 去他叔叔家 把挖地挖出来的那些钱 拿过来一万个来看看 不一会儿 挖出来的钱就拿过来了一万枚 陈昊说把钱全部摊开 检查一下这些钱铸造的年代 摊开一看 全部是宋太祖 宋太宗时期的钱 据今少说也有七八十年了 陈昊就问告状的年轻人 你说这钱是你父亲藏的 藏于四十年前 可是这笔钱和你说的事实 不相符啊 现在咱们大宋朝住的官钱 不到五六年就可以通行天下 如果你父亲四十年前藏的钱 那么这钱应该是四十五六年前 住的钱 这样才对嘛 当然最多也是五十年前的钱 可是这些钱都是 大宋朝开国不久 太祖太宗朝的钱 明显不对啊 这些钱的铸造时间 早于你父亲藏钱时间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 告状人回答不出来的 原来啊 这钱并不是告状人的父亲藏的 和告状人家也没有关系 是年轻人听说叔叔挖到了钱 就登门讨要 结果呢 被叔叔给拒绝了 所以他根本没有见过这笔钱 所谓的父亲四十年前 没钱之说 那纯属虚构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那就是他的叔叔确实是 借住他家的房子 钱呢 确实也是他叔叔 在借住房子的院子里挖出来的 现在就要确定 这笔钱到底该归谁所有 实际上 这件案子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借住地发现埋藏物 而且找不到物主人 怎么处理 按照送行统和送令的规定 其私填宅各有本主 借者不识功利 而作人得者 可与本主中分 那么就有发现人 和这个房屋的所有人 平分 告状人的叔叔分一半 院子主人 就是告状年轻人的父亲 本来应该分一半 但是现在他不在了 那么就有他的继承人 来代位取得 他有几个儿子 和未出家的女儿 就可以共同取得 一半的埋藏物 对于这个结果 大家口服心服 对于年轻的主部 陈昊 查明案情的手段 大家更是佩服不已 这个案件 让陈昊声明确起 陈昊是凭借什么 来辨明当事人陈述的真假的呢 就是生活的常理 他非常善于运用生活的常识 来判断供词的真假 陈述的虚实 他判断年轻人 讲的是不是事实 靠的是生活经验和常理 而判断埋藏金钱的时间 总结的是当时的 货币流通规律 在生活中发现礼 并把礼运用于断案实践 这就是陈昊断案最大的特色 不用刑讯逼供手段 而是运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常理 来判断供词真假 是陈昊断案的风格 这样的判决 让涉案双方都心服口服 数年后 陈昊调任泽州进城做宪令 上任一时 又遇到了一桩蹊跷的案件 当地张姓富部刚刚去世 门外就来了一个认亲的老人 说自己才是张姓富妇儿子的身父 而且有当年颂养的文书为证 张家难辨真为 最后双方闹到县衙 请承宪令给断得清楚 这一次陈昊如何解决 这桩难断的官司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为您讲述 大宋奇案 陈昊巧断 疑难案 宋英宗至平元年 公元1064年 33岁的陈昊 调任泽州进城做宪令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进城市 就在他上任后不久 一个老者到陈昊这儿来告状 告他的儿子不孝 不认他 天下还有这等不孝子吗 不认父母 将父母拒之门外 至少要构成 十恶重罪不孝中的 供养有缺 其实就是不赛养父母 宋代的法律 对子女孝道要求是很严格的 谁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这么干 陈昊就问 你儿子呢 他在哪里 老者回答说 我儿子啊 他在别人家 他现在姓张 他不承认我是他父亲 陈昊一听 这个案件不是不孝 是老头认子未遂 于是啊 把他们两个都叫过来 问问咋回事吧 他想认得这个儿子 竟然就是当地有名的富翁 小张富翁 父亲老张富翁 不久前刚刚去世 小张富翁就说了 他们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不久 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 他们家门口 突然来了一个老头 自称是小张的亲生父亲 当时小张就完全懵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门口突然说 来了个亲爹 那刚刚披麻戴笑 埋葬的那个人 难道是养父吗 这个自称是他亲爹的老头 把他们的亲子关系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小张认吧 怕是假的 不认吧 怕是真的 就在这犹豫的档口 老头跑到县衙 来请程大人做主 程大人的聪明睿智 那是老百姓 交口称颂 今天两个人 就想请县令大人给断断 老头是不是小张的亲爹 如果是 那就接回家凤阳 如果不是 冒称人妇 恐怕就得挨板子了吧 两个人一块 请求县令大人 给断断这件事 这件事放到现在很简单 做个亲子鉴定就行了 宋代的时候不行啊 程浩怎么办呢 他让老头说说 你为啥说 小张是你的儿子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有什么凭据呢 老头说 我有书证啊 年轻的时候 我是一名江湖郎中 经常出远门给人看病 有一次啊 出了一趟很远的门 很久都没有回来 怀孕的妻子 就生下了一名男孩 家里太穷了 没钱养活 所以呢 就把孩子送给了 父户老张家 就是老张富翁 程浩说 你的书证拿出来我看看 老头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纸上写着一行字 某年月日 鲍儿与张三翁家 这就是他的证据 他说 这是张三富翁当时 收下孩子的证据 程浩不慌不忙 微笑着问老头 这个字条是什么时间写的 老头说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写的呀 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字迹依然很清楚啊 程浩说 二十多年前 张三富翁多少岁 老头突然一震 不说话了 程浩说 这个字条就这么一句话 但是啊 有明显的破绽 二十多年前 张三富翁 也就是小张的父亲 年龄不过四十岁 怎么会被人称作翁 翁是称呼老年人的 四十岁 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老年人 也不会有人称他为张三翁 张三翁是最近的称呼 老头一听大惊失策 没有想到这一层啊 制作假书证 还是百密一书啊 程县令目光如炬 一下子就发现了 其中的破绽 真是厉害 赶紧认罪吧 这件事情 如果按照法律来说 假造证据 贸认人妇 那是违反诈伪律的 宋刑统规定 诈欺官司 依其财务者 准道法克罪 诈欺百端 皆是 诈欺之状 不止意图 按照法律规定啊 诈欺的手段 多种多样 花样翻新 法律不可能全部列举穷尽 但是呢 只要是虚构事实 伪造证据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都是诈欺行为 诈欺行为 要按照道法来论处 道罪是重罪 老头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如果按照法律规定 那是应该减轻处罚 主动认罪呢 也应该减轻处罚 所以啊 陈浩就对这个造假的老头 从轻发落 这个案例是宋代识破假证据的典范 陈浩是凭借什么来辨明证据的真假呢 还是常理 前面判断埋藏物的归属 靠的是生活经验和常理 这次用一个翁字就判断出来这张字条是后写的 不是当时写的 再结合当事人自己的陈述 很快就发现其中的破绽 生活的常理 其实就是事理 陈浩认为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道理 只要用心就能发现 只要是假的东西 它就一定对应着真的东西 所以在面对当事人陈述的时候 他非常冷静 给人的感觉如同和煦的春风 从来不吉言利策 但是疑难案件已经查明了 查明案件事实也不会言行重罚 它的目的在于辩明是非 让犯错的人知错能改 张三翁的这个案件很著名 宋史《道学传》和《遗欲集》 都记载了这个案件 陈浩断案并不使用言行重罚 而是用智慧断案 巧妙地将两起看似证据不足 无头无序的案件成功化解 做到以礼服人 而且陈浩在任职期间 还把他在断案过程中秉持的法理 结合的理念 运用到地方治理工作中 那么陈浩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的这些做法又收到了哪些效果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为您讲述 大宋奇案 陈浩巧断疑难案 通过前面两个案件 我们会发现 陈浩和其他的法官 判案还真不一样 老者贸认人妇 如果是别的法官 可能注意不到这个细节 那么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 把当年所有的知情人都抓过来问 一时间张家肯定是鸡飞狗跳 几十年前的事情 当事人又死了一个 很难再查清楚了 本案的事实啊 其实只有造假者本人最清楚 陈浩能够用事理来查明真相 剖断是非 但是呢 他好像并不想使用刑法 以法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见 几乎在他的传记中 我们很少看到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这个陈浩 他用法律去辩明是非 但是呢 最后又不严格地按照法律去定罪论刑 他靠什么去治理地方啊 他理想中的治理方法又是什么样呢 他更像是一个先生 他着力于教化百姓 不依赖刑法手段 而是养民 教民 化民 宋元学案 明道学案记载 称号 市民如子 老百姓到县衙办事非常自由 无论有没有书状 都可以直接到 陈浩的县衙办公地点 他总是从容淡定 和颜悦色 对老百姓发生的纠纷 总是耐心细致 辩明取直 为他们解决矛盾 教育他们孝季忠信 帮助村庄的百姓组织起来 结成互助组 守望相助 患难相续 这样呢 坐监犯科的人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孤瓜残废都能够有人照顾 不至于流离失所 他还大力的兴班教育 建书院给孩子们讲课 所以啊 这是一个真正的 为民父母的官 他在进城做县令三年 老百姓中间 没有发生过强盗案件 打架斗殴 打死人命的 一件都没有 他对进城的民风民情 完全了解 可以说 了然于凶 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三年县令任满的时候 程浩就要离开 他工作三年的进城了 就在他即将离任的前几天 有一个晚上 县压里的小丽 突然来扣门说 县里出了杀人案 程浩说 咱们县不可能发生命案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事 一定是某村某人干的 小丽当时就傻了 过了半场才说 程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错 就是那个人 程浩说 对于治下老百姓的情况 我是非常清楚的 这些年 我教育百姓 教他们读书明理 知善恶明是非 县里原来很多顽劣的人 都改邪归正了 只有这个人 还没有彻底的洗心革面 恶习未改 所以我猜就是他 这种对治下百姓的熟悉程度 大多数地方官员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他的治下 怎么可能不实现 社会大治呢 程浩这么对待百姓 百姓如何对待他呢 再亦三年 百姓爱之如父母 去之日哭声震也 三年的县令 百姓爱戴他 像爱戴父母一样 不忍程浩离去 可见良力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 真可谓是以心换心 以情动情了 今天啊 我们讲了北宋理学家 程浩的做法官的时候 所断的案件 我们从中其实能够总结出很多道理 最重要的还是 法官本人的境界和自我超越 其实在古代 法官处理案件的境界是有差别的 今天也有差别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案件审结 把案件报上去 完成审案任务 这个只不过是最基本的要求 是为了应对考核而已 再高一个层次 就是要查明事实 辩明是非 区分善恶 让征送的双方都心悦诚服 而服从判决 这是第二个境界 那么法官最高的追求是什么 是无送 没有征送发声 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治理状态呢 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生活安定富足 然后新文教教育老百姓明理 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这样他们就日谦善而不自知 道德水平提高了 违法犯罪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有朝一日民无征送 欲无细求 那才是社会智力的理想状态 所以在杰出的法官看来 司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但是在司法过程中 一定要慎之又慎 通过司法的公正 来实现教化的目的 这就是程浩的理想 也是理学家士大夫们 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们今天讲了程浩断案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发现 这个道学先生 好像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那个板着面孔 作而论道的人 他更像是一个和蔼可亲 寻寻善诱的师长 一个忠厚温和的君子 他自己行端表证 才能够为老百姓做出表率 老百姓自然会拥戴他 尊敬他 听他的教诲 这或许就是 闲人社会治理的理想境况吧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李渊称帝建立唐朝不久 即宣布废弃随朝的五珠钱 铸造一枚新的钱币 开元通宝 当时李渊称帝不久 根基未稳 百废待兴 为何急于铸造发行新钱 李渊发行这枚钱币 有何正值用意 开元通宝 下期播出